我是公室的公民记者 我退休了六年 我是义工的 做义工的 不是架杠专业记者 今天来到这边是因为新年快乐 刚刚去升旗 然后转过来看到你 非常高兴 那我可以请你告诉我们 您这个团体有多久了吗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发想 植物园和风千岁合唱团 是在100年5月1日开始 那是我公公 他93岁 我很爱唱歌 最重要他在植物园 运动了53年 刚开始运动 后来因为我们打太极拳 我陪在他旁边 他因为开车到89岁 那没有开我就陪在他旁边 所以刚开始因为几个长辈在那边唱 那刚开始我是 他们唱什么 我去帮他们Coby 那因为我公公很喜欢 欢喜同乐 爱心分享 这是他一直在做的一件事情 那我看长辈 他们这样简单的唱 他们就很开心 然后又早上 早上的成天活动 又这么棒 所以我也渐进市了 就开始 当然是一步一步来的 那最重要他们 以前是受日本教育 所以他们很喜欢听老歌 刚开始我是从日文的完全不懂 一直这样摸索上来的 所以这样两年多 我看最重要 我看到长辈和我公公一起同乐 我公公也很开心 然后看到这些大美女大帅哥 是这么的开心 然后最终他们一路上 走了那么长远的路 能够照顾这样 是最了不起的一件事 那你刚刚看到我们一些 有没有 一些喝奶奶 对 带动唱 他们更开心 有喝奶奶 有睡娇娇 然后有嘻嘻哈哈 有生气 有哭 我看到他们开心 这最重要 我也很开心 然后我从每位长辈身上 我学到最多 每个人都说我是老师 其实我是学生 我的日文完全在这儿学的 每位都是我的字典 最好的 最好的 颁量 我从他们身上得到最多 其实我获得的是最多的 可以告诉我们一共有多少成员 我们上面我们有参加三次比赛 今年的五月二十几号 七十七位去 加起来六千四百岁 第二次表演是七十五位 那去年去 新的一年前年去表演的时候 四十四位 是这样的 其实我看到他们开心 这是我最大的收获 因为我公公一直在植物园 他就是很喜欢大家一起同乐 我看到我公公开心 然后那么多长辈开心 这是我最开心的一件事 我小朋友 中正区健康活力秀 针对六十五岁以上 才可以参加的 他是针对了 所以你们每年都参加 参加第三次 就你们成立三年就参加 对对对三次 去年是两次 我们后来中正区移民 在代表台北市 代表中正区去参加台北市的 那时候第六月二十六号 那是精神奖 没有的 可是精神很可加了 参加奖就不错了 怎么会找到七十七个人 这么多人 没有啊 看见是几个人 对啊 不只啊 夏天的话四五十位 冬天的话也是 冬天 可是我早上夏天五点半要出 那可以讲一下 你几点开始 几点结束吗 我们夏天